蔣萬安他說是社會安全網的問題 不是耶 這小孩子已經接進來國家的社會安全網 他從新北市列館介紹到台北市到出陽 到保姆家 這不是已經在網子裡了嗎 是網子用面線做的才會斷掉嘛 第二個王玉民 他說死刑就解決一切問題 那選這個 這個叫社福專業 沒有辦法具細民意的講出細節 跟所有經過單位 你今天要罵藍綠一起罵 中央地方一起罵 你覺得你對的你都講啊 他只有說要給保姆死刑 那什麼做都死刑就好了啊 你們的專業就是全部都死刑 王玉民要把社福專業這次撕掉 一點作用都沒有 林陶說要捐款 昨天下午啊 媒體界大家在討論的一件事 朱立倫要開記者會 說虐同是民進黨的問題 誰先政治操作的 立法委員多數不是藍白夾起來嗎 國民黨自己也是最大黨啊 去質詢啊 去問嘛 蔣萬安自己也是為 衛環委員會專業出來的啊 就事論是講細節很難嗎 到底到底要多無限上綱 蔣萬安的操作很明顯了嘛 他發了一篇文 看起來是要攻擊中央 他下面的留言 自己留言喔 說我們要改善七件事情 那你講話自己也是為 還專業的 你難道不知道這些事情 本來就是執行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王玉民怎麼說呢 因為他之前是前執行長嘛 他出面說他很痛心啊 下禮拜一呢 召委會排案啊 結果他怎麼講了呢 他說之前我們就提案了 要求而虐的致死的加害人呢 要急刑喔 不僅是現行的規定無期徒刑 而是加重為死刑 但當時呢 被民進黨立委給反對 怎麼會這樣說呢 社福專業吧 我記得王玉民 掛不分區的時候 他打主張 兒福聯盟執行長 社福專業 兒童聯盟執行長 出事情就死刑喔 立委這麼好當喔 今天這件事情 我們先把邏輯理清楚 就像大家講的 先不要政治口水 不過我們待會兒也是會檢討 到底是誰先噴 是不是有一個小孩子出事 那小孩子出事 一定有一個凶手 是那個保姆 對 這個保姆做了三個事情 這你把它理解成 他騙了三個人 他騙了新北 他有固定的回給社工 有拍照片 他騙了那一個社工 以為小孩子在他這邊很健康 這個都是有LINE的對話紀錄 他騙了那個社工 那第二騙 他騙了台北市 因為他是台北市列管的合格保姆 他是可以帶小孩 可以領薪水的 所以他騙了台北市 第三個 他騙了兒福聯盟 讓他不知道什麼原因 要從原本的保姆身上轉介過來給他 不論是兒福的規章 或者是保姆的要求 所以很直接的嘛 那所以接下來要怎麼樣 他騙了這三個單位 這三個單位為什麼被騙 檢討嘛 為什麼蔣萬安發了一篇文章 表面上在罵中央 你實際看他的改善作為 全部都是針對自己的保姆制度啊 他的確知道自己有地方做不好嘛 他改善的東西都是自己的東西 不是改中央的東西 他具體提到衛福部能改的 就是一年看四次改 一年看六次 他的整個保姆考證制度 什麼知識管理圈系統 然後大家要怎麼樣聯誼 他們願意補助多少 他的確就是承認自己的 保姆列管的制度不足嘛 怎麼會國民黨的跳出來 大家都在說 都是中央的問題 蔣萬安 他說是社會安全網的問題 不是耶 這小孩子已經接進來 國家的社會安全網了 社會安全網是我發現不到的 叫做社會安全網 他從新北市列管介紹到 台北市到出養 到保姆家 這不是已經在網子裡了嗎 是網子用面線做的才會斷掉嘛 第二個 王玉民 他說死刑就解決一切問題 那選這個 這個叫社福專業 沒有辦法 具細民意的講出細節 跟所有經過單位 你今天要罵藍綠一起罵 中央地方一起罵 你覺得你對的你都講啊 他只有說要給保姆死刑耶 那什麼時候都死刑就好了啊 你們的專業就是全部都死刑 王玉民要把社福專業 這次撕掉 一點作用都沒有 連理性討論細節都不行 林陶說要捐款 昨天下午啊 媒體界大家在討論的一件事 朱立倫要開記者會 說虐同是民進黨的問題 誰先政治操作的 就在這個節目錄影的當下 大家都在問 朱立倫要開這個記者會幹嘛 那為什麼要預價清真 自己出來開記者會咧 我後來發現 他沒有辦法論述這個事情 因為講的每一個動作都是蔣萬安跟侯友宜啊 每一個動作都他們管的啊 你沒有辦法 他只能高空炮去打薛瑞遠啊 王玉民講不出細節的原因 他怎麼檢討都是雙北啊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到底 你不能一方面再噴真摯口水 一方面又要求大家不要噴真摯口水 保姆 是兇手 對 他騙了三個階段的人 針對這三個部門 能夠改善 這樣子就好了 不要再想要把這件事情 利用來做政治的鬥爭 不要把這件事情利用來 轉過來打藍 轉過來打綠 沒有 具體檢討 改善作為啊 因為你看現在國民黨也說呢 蔡英文跟賴清德持續省飲 那我想知道哦 就是什麼樣才叫做不省飲呢 要做到什麼樣才叫做 OK呢 對人民有交代呢 立法委員多數不是藍白夾起來嗎 國民黨自己也是最大黨啊 去去質詢啊 去問嘛 蔣安安自己也是為黃文委員會專業出來的啊 就事論事講細節很難嘛 到底到底要多無限上綱 如果你們認為政策法案有問題 具體去談啊 社安全網最大的問題不是在於 接進來之後發生這種 我們說這個叫氣勢理論 很多個洞穿在一起才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安全網是要發現更多的角落嘛 當時構建的最主要目的是這樣 我們今天應該要具體去談的是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社工保姆 層層緩解 用預防的心態 下次不要發生的心態 來改正嘛 到底跟蔡 具體到底跟蔡英文有什麼關係 我不能理解 連小孩子的往生事故 你都要拿來攻擊政敵 這些人到底安了什麼心 王玉民在想什麼 林濤會不會還覺得這樣子可以上新聞很棒棒 朱立倫為什麼要開這個記者會 你黨主席 就是國民黨在鬧啊在亂啊 他要讓大家覺得民進黨執政民不聊生啊 小孩子都會無故的身亡啊 他要把全部的事情都推給民進黨啊 中央沒有立法嗎 還是要第一時間就趕快PO文 或者是像蔣萬安今天趕快跑去家福中心 然後找記者來嗎 我認為蔣萬安其實 蔣萬安的操作很明顯了嘛 他發了一篇文 看起來是要攻擊中央 他下面的留言 自己留言喔 說我們要改善七件事情 那你講話自己也是會還專業的 你難道不知道這些事情 本來就是執行的問題 本來就是地方政 我全力給你了嘛 你要錢給錢要人給人了嘛 不夠再補嘛 都給你了 出事你怪中央 我不能理解 我想原知 他雖然他要捍衛的立場 但他議員當過 現在當到立委 你明明知道這些事情 你具體可以去質詢檢討的 如果要改善 避免下一個凱開的話 到底是你會去市政府質詢 還是會跑去立法院質詢 這個其實是很好推敲的 所以今天真的要怪誰 我再強調一次 保姆騙了三組人 這三組人 把自己的制度掏出來 現在台北市已經做這件事 新北我還沒看到 而福聯盟我也還沒看到 現在都只是停留在 道歉死刑 譴責政敵的階段 具體改善什麼 才是人民想看到的 無名的 盧名的 被拔了 喬